各位粉絲大家好 歡迎收看投資最給力 我是阿開力 今天一樣要帶你從世界的總金 到台灣的財經 在最短的時間幫大家一覽無遺哦 好那在上禮拜五的美股收盤 四大指數全面的收紅 這真的有一點讓人家 出乎意料之外哦 因為在 最近的一次的6月CPI公佈 年增率是9.1% 這再次創下了 40年以來的一個新高 可是呢 股市卻是逆市收紅了 這是什麼原因呢 今天就來為大家好好的解析 那首先一個很關鍵的數據就是 美國的整體零售銷售 我們看到 這個6月最新公佈的年增率是8.4% 但是呢 魔鬼出在細節裡 我們覺得最重要的 還是在月增率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6月相較於5月 整體的美國零售銷售額呢 是月增1% 大家想說這個1%意義到底在哪裡 這意義可大 因為在5月的時候啊 這個值是負 是負的這個0.1% 也就是說 當大家覺得說通膨會不會排起到 民眾的一些消費的時候 6月的這個數據也支撐了說 消費者似乎比想像中的 比預期的 還要 有這個消費的能力 所以也帶動 美股進一步的一個上漲 那如果我們再把這個石油啊 汽車 這些變動比較大的數據 因為你可能會說這個 整體的零售銷售往上 那廢話啊 汽油 這個價格高升那麼多 那當然是會漲啊 所以如果把汽車跟石油拿掉之後呢 這叫核心的零售銷售 年增率也是 相當不錯哦 月增率也不錯 都是優於預期的情況 因此整個股市 就有一波不錯的一個反彈 那除此之外呢 除了這個實際的 銷售數據 還OK 超乎預期以外 重要的大師們的談話 我想也是非常重要 像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得主 大家都蠻熟悉的這個克魯曼 克魯曼最新的發文 他就指出 其實美國的經濟 是有機會軟著陸的 他說啊 連續兩個季度的這個下滑 並不意味著 美國正是 陷入衰退 現在啊 他覺得說景氣放緩 但是 沒有達到全面衰退的一個情況 而且他說最快的狀況是 溫和衰退 以及 通膨趨穩 也就是說 整個經濟是有機會軟著陸了 這也帶動了美股進一步的一個上漲 好那講完美國的情況之後 似乎有一點波雲見日的感覺 接著我們就來看 世界另外一個重要國家 也就是說中國 那大家知道 中國在今年的防疫政策 清零等等之下 其實 對經濟上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確實 在這個數據上也顯示這樣的情況 我們看一下 中國最近實際的GDP的年增率 大家可以看到 在去年的Q1達到高峰之後 一路的就往下走了 今年的第二季最新的數據 這個年增率只有 0.4% 原本 預期 是並沒有那麼低的 那全年的目標是5.5 看起來 這樣子是很難達到啦 那所以呢 中國的經濟 跟哪一些的個股 有聯動 以及該怎麼觀察 也是今天 會跟大家討論的一個重點 好 那從美國的股市 加上一些相關的數據顯示 似乎最快的情況已經過了嗎 因為在通膨創新高的情況之下 以及 阿格力最近看到很多 美國公司的財報公佈 儘管不是很好 但是股價也沒有大跌的一個情形 是不是 最快的情況已經過去 就是今天跟各位 討論的一個重點 好 首先歡迎今天的兩位來賓 第一位是我們資深財經專家 軟木華 木華哥 第二位呢 是大家非常喜歡的分析師 齊源 今天兩位會幫我們完整的解析 國際的總金 以及台股 好 那一開始呢 我們一樣 要跟木華哥來 喝啊 請稿請稿 下禮拜啊 很關鍵的 就是7月26到27 FED的這個 貨幣 政策的一個會議 那大家知道說 在上次 升息三馬之後 哇 整個市場真的是 風雨交價 不過這一次 似乎有點不一樣 我們先來看一下 在 上個禮拜 CPI剛公布創下 40年來 新高的時候 當時候啊 升三馬的機率是19.7% 原本是很高的 可是 當這個CPI公布的時候 大家覺得 哎呀 這個CPI這麼高 勢必升息 一定會加劇 所以這個FED Watch呢 升息四馬 在7月升息四馬機率 來到了80% 但是 但是 投資就是這麼有趣的一件事情 我們看到FED的官員 大家都跑出來 不會啦 我們應該是不會升息四馬 這四馬實在太誇張了 應該三馬就OK 好不好 我們就看到 這個升息三馬的機率啊 從原本的19.7% 又變成 到佔了這個七成啊 反而 四馬只有 佔大概三成 所以現在聯準會的態度 似乎沒有市場預期的那麼硬啊 也導致說 這個美國股市 有一波比較有 慶祝 有一種 免於 災難的這種行情的發生 不過呢 莫哥我們剛有提到 這美國 銷售的這個情況 似乎比預期的還要再好 所以有另外一派的聲音 反而是認為說 這樣的數據可能會擴大升息的力道 所以現在 這樣多空交雜的情況下 我們該怎麼看這個利率 的這個政策 先從美股來看 大家發現其實美國四大指數代 他們已經一個月沒有再創新低 這其實是一個好現象 但是呢 就此而論 就是說 股市要出現一個 由空翻多 可能維持過早 那一個月沒創新低 代表呢 現在目前形成了一個 中短底 中短底的話 當然有機會 出現一波 比較像樣的反彈 但是彈完之後 會不會遇到一些利空因素啊 或者 這個全世界的這個變數 再把股市打下來 又又再行破敵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對 沒錯 那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台股 從上週國安基金進場之後呢 也連續的這個拉升 包括我們今天在錄影的時候 還持續的在拉升 這樣等於是連四紅 對 但是呢 但有沒有發現 即使是國安基金這麼大力度 這麼大的一個 所謂法家灣的進場 上週加全值啊 全州也不過漲不到100點 也就是 不到100點 對 大概 差不多86點 那漲幅呢 大概僅僅上市規則只有0.6% 那也就是說呢 就是說國安基金進場 也不過就是把上週 週一週二的這個跌點跌幅 把它命平 後面 這個台股要 持續往多方行進 我想 需要幾個因素來配合 第一個 當然 阿克力所講的 這個國際股市的因素很重要 對 那國際的總基金數據也很重要 另外一個呢 就是 如果就台股的技術面來看的話 我個人是覺得必須要放量 必須要放量 尤其是台股到今天已經接近到月線 那如果說你再往夜線 再往季線的地方走的話 如果這個量呢 上漲的量呢 還是在2500億以下 我個人是覺得可能這個量還是不夠 因為每次的突破很重要 就是要帶量突破 對 帶量突破 然後呢 而且要由一些重量級的股票 基本面透明的股票 這個往上攻 尤其是台積電嘛 上週法週會 釋出來的數字 的確相當驚豔的 比如說第二季的EPS有9塊 那你可以看到他其實裁測的部分 是 也讓市場覺得台股真的很有信心 因為在 大家都說這個半導體 這個遇到了這個雜音的 有這個前景有問題的情況之下 他居然還把第三季的這個營業利益 跟毛利 的這個區間呢 都在往上調升了 大概差不多有兩個百分 這個真的不簡單 不簡單 那麼毛利已經貼近到60% 就到第三季 他估計毛利的這個上限 就是說這個區間的上緣 大概是59.5% 那已經接近60%的一個毛利率 這場非常好 對 那如果說他明年第一季 還要再漲價的話 那這個台股 不得了 不得了 EPS呢 大家就可以預估出來 這個會是一個非常亮眼 如果說以他的本益比 各種角度來看的話 我個人倒覺得台股 也慢慢進入到一個所謂價值性的買點 不過就是說這個環境面上面 還有很多變數了 我們也不能就是 把這個全部的資金都砸下去 但是我覺得現在目前部分的資金投入 是應該是OK的 那至於說美國股市我們怎麼觀察 其實美股 他是跟著這個基本面在賣動 那聯準會現在目前的態度很明顯 就是說他現在開始 從過去的這個極度鷹派 就是全力打壓物價 開始轉向部分他要呵護股市 就是說這個聯準會的賣權 有部分就回來了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子呢 我覺得主要原因是第一個 美股也跌很多了 那第二個呢 聯準會發現 可能就是說通膨 也沒有像先前想像的這麼可怕 或是說這麼僵固 對因為我看到消費者 對於未來幾年的通膨預期 好像越來越低了 沒錯 這是上週五一個很關鍵的數字 那另外呢 就是說在 年底的美國大選上面 我相信 白宮也不太會希望股市別太慘 對 總總因素之下 我覺得 這個CPI的這個壓力 在這邊雖然是不斷的破表到已經到9.1 但是呢 我們如果從另外一個好的方向想的話 就是說這個數字越高 就代表他後面會下滑的也是越多 是 也就是說 這個就是所謂的 一件事情看你是要從正面想還是負面想 物極必反 對 如果你從正面想說物價這麼高很可怕 這個通膨的壓力很大 但是如果你從另外一個角度去想 反面去想的話 那這9.1後面不就是 到高點不就是要下來了嗎 對 這物極必反 甚極而衰是個這樣的道理 好 那我們來看到就是說 在上週五幾個促使美股上漲的因素了 因為你可以看到上週五 其實美國四大指數全面都上漲 但是我還是要跟大家講說 即使上週五 這個美國四大指數上漲 但美國四大指數上週全周還是收跌 全周還是收跌 全周當然還是收跌的 所以 但是跌幅已經縮小了 就是說 比如說明顯NASA跟指數來講 上週的他的跌幅是收斂到1.6%左右 那本來NAS跌幅是差不多有在3%以上 全周的跌幅在3%以上 然後後來收斂下來 那最主要原因就是這個密西根大學的消費星星指數 公佈出來提振的市場信息 大家可以看到 那公佈出來的這個數字 整個這個 Sentiment就是消費信心的部分是51.1% 這是比上個月回升 上個月是掉到50% 重點就是沒有在創新低了 對 他沒有在創新 他沒有在創新低 然後這個出現比較明顯的一個 直穩的一個狀況 另外 Current Economic Condition 就是經濟現況這個指數 也明顯的出現上升 從53.8%上升到57.1% 另外就是說 Consumer Expectation 就是消費者的預期的部分 他這個預期的部分是稍微 這個沒有那麼如意 沒有那麼好 但是也掉不多 所以大家可以從這個數字來看 這三個重要數字只有一個 他是出現了這個月比的下降 但是其他的兩個都是明顯的月比的回升的一個狀況 所以市場就會想說 這個狀況會不會是沒有那麼差 就是說從這個消費信心 是第一個提振上週美股的因素 另外一個提振上週 提振美股的因素就是零售銷售 美國零售銷售這個數字也非常重要 他出來的數字是出現月比轉正 然後而且增數是好預期 所以這兩個數字就讓美股上週五 出現了這個開盤之後的持續拉升 比較有利的一個反彈 對 另外我們來從這個消費信心來看 大家可以看到消費信心從今年的 1月的手持一路是大幅的往下掉 那掉到這個地方是不是 上個月就出現了一個最低的指數 這是蠻有可能的 也就是說美國的消費者的信心 開始慢慢在回穩 另外從零售銷售實際的這個數字也可以看到 事實上美國的消費市場好像也沒有 先前想像的這麼差 所以說會完全被這個物價高漲給壓垮 好像是之前市場上大家有點過度悲觀 然後讓股市有點過度修正 沒有錯 那這個本來就過度的這個over shooting 這是金融市場一定會有的一個狀況 那當然這個過度的預期 或是說過度悲觀或是過度樂觀 過度的預期 他也會做這個事後的一個修正 那這個都是市場正常的一個情況 那我們來可以看到 那如果說上個月確實確認他會是一個信心的低點的話 那當然後面就有這個慢慢疲疑下來的有可能性 不過我還是要講說大家不要先那麼樂觀 我們先把這個現況講 但是還是有長線上面 或是整個結構面上面 我們值得要擔憂的地方 還有一些隱憂啦 對所以說我個人的這個感覺就是說 現在是可以開始買開始慢慢這個買一些股票 增加一點水位 對增加一點水位 譬如說之前你的持股可能是只有 就一成兩成 現在可能可以增加到三成四成 但是也不宜增加的這個過數或過高 因為還有變數 對還有變數 這等一下我們再講 那首先有一個很重大變數 就是這個是密歇根大學 他同時會編制的叫做金融現況這個指數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金融現況指數 在上一次08年次代風暴的時候 他是跌到非常低 跌到差不多55到65這個區間 對 那這個灰階地帶都是所謂的這個經濟衰退 那上一次的衰退幅度跟衰退時間比較長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衰退幅度 越寬就是衰退越久 對衰退越久 那你可以看到2000年他衰退時間比較短 那他的金融現況指數沒有跌上08年那麼低 那08年確實是壓的非常低 但是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一次的這個金融現況指數 他其實不管是這個 他這兩條線一個是一個月的 另外一個是三個月的平均平均線 就是說一個是三個月的平均趨勢 一個是月的 不管是一個單月的或是說 一季的 他基本上都已經來到這個相對的低點 也就是說他也都跌破了這個2000年那時候的一個低點 所以說在長線上面 他也幾乎要來到這個08年的這個低點 所以在長線上面 我覺得後面再出現揮接是非常有可能的 也就是說從這個金融現況指數來看 美國經濟恐怕是很難避免衰退了 那至於說衰退的時間跟幅度 像華爾街比較傾向的一個方式 這個幅度跟時間呢 是今年第四季跟明年第一季 今年第四季 對他會出現兩季的經濟衰退 然後幅度大概都在2%以內 就是說這個經濟衰退的 這個負成長大概都要2%以內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基本上我認為 那就是一個比較所謂短時間的潛層衰退 那這個對金融市場的影響性就會比較少 因為比較可控這個range的話 對 那基本上富國銀行也做過一個統計 就是說從 從二戰以來他統計了美國歷次的這個 所謂的股市的熊市 十多市的股市熊市 然後再去伴隨了他去做一些所謂的 這個有沒有經濟衰退的比較 他會發現就是說 如果說在熊市這個區 熊市美國如果一旦股市掉到熊市 又有金融經濟衰退的話 大概他的跌幅 S&P500指數跌幅會達到38% 38% 對大概38% 那我們可以看到最近 S&P500指數的跌幅大概是20%左右 所以也就是說如果後面有經濟衰退 那符合過去的一個平均跌幅的話 可能還有在10幾%的一個跌幅 那這樣的空間還是不小 對這就是為什麼華爾街有一些大投行 一直堅持就是說 美股後面還要再修正28% 最主要原因他們也是根據這個歷史的 一個數字的推演 對 那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在上週五另外一個數字 是使得市場信心提振 而且呢也使得市場預期 聯準會7月的這個升息 不會那麼鷹派 就升到這個一個百分點 升到4碼 最主要原因就是 所謂的5年預期 5年通脹預期 大家可以看到5年通脹預期掉到2.8% 2.8%是回到了去年7月當時來的一個低點 就是說這個數字是回了非常多 就是說消費者這個很意外的 對於未來5年的通貨膨脹的預期 是大幅的下降 那這個顯示就是說 可能長時間來看通膨是沒有那麼嚴重 那另外一年的通膨預期 他其實也是往下掉的 對我覺得這個數據確實是非常重要 就像孟華哥剛剛講的 這個當這個預期沒有那麼嚴重的時候 股市為什麼會反彈 因為消費者我們的想法會反映在我們的行為 那行為真的會改變整個這個經濟的環境 沒錯我覺得這個數字下來他有可能是根據 就是因為最近的油價下來 導致就是說美國器材油價格稍微的這個回落的一個 就大家就比較有信心一點 對大家稍微有一點這個信心回來 那就這個就如同剛才阿格莉給大家看到就是說 現在目前這個月底升息4碼機率其實已經降到3成以下了 另外我們來可以看到在年底的部分 還是要提醒大家在年底的部分大概主流的看法還是會升到3.5 也就是說還會再升2個百分點 2個百分點的話 現在目前有幾次會有4次會議 4次會議的話就代表說 從7月一直到9月到11月到12月 這4次會議大概都還要各升2碼 總共加起來是8碼4次會議 對8碼就2個百分點 2個百分點的話就會把利率拉到3.5 因為現在目前的利率是1.5 所以現在全年大概就是要升14碼的意思 對沒錯所以說這個預期還是沒有改變 雖然說他們對於這個月升息的預期稍微有下降 但是就是稍微心態上面沒有那麼緊張 但是到年底他們還是一般來看還是會升到 就是說7月可能不會像大家發生 心裡想說會發生4碼這種情況 但是接下來升息的幅度 反正一個總量的概念還是有8碼要去執行 對沒錯好那至於說到明年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抓到明年中 這個明年中的話他可以看到主流看法 利率會到3.25到3.5 這是代表什麼 但明年中之前就會降起 明年中之前大概就降一碼 所以說這也是為什麼最近股市可以開始慢慢反彈 因為大家認為說聯總會的這個緊縮政策 即將在今年底告一段落 明年就開始要過好 其實在投資上大家最怕的就是那種看不到終點 現在大家似乎有一個心理預期 明年年中最快最快可能就是這樣 對好就是說這個市場 常常認為說曾有貨幣政策 敗有貨幣政策 那就認為說只要聯準會一降息 放寬這個景說股市又回過來 水龍頭放寬的話股市又回來 但我個人看法可能沒有這麼樂觀 我稍微保守一點 因為我認為這麼多年下來 這個各國央行這個濫用貨幣政策 那事實上他其實長期已經導致這個貨幣政策的彈性越來越 其實這個錢真的印的太多了 印的太多了 所以以後會不會在貨幣政策上 對股市有這麼明顯的激勵效果 這個可能稍微要打一個折扣 事實上如果我們再講遠一點的話 真正要降低通貨膨脹 最重要還是要提升提高生產力 如果說你不用從這個生產角度去思考這件事情 是只用貨幣角度去思考 這有點說有點是不是說等於是法師在玩弄法術的味道 而不去物本 我覺得真正我們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的話 你看 其實人類的真正經濟的大躍進 他絕對都不是貨幣政策所造成 而是這個生產力提高所造成 或是說這個科技的發展 然後這個製造業的推前所造成的 所以說我覺得 即使說明年開始降息也未必 真的能讓大家秤心如意說 股市就能反彈回去到這個去年的 今年的1月的高點 尤其是過去的經驗值也告訴我們 就是說一個大空投市場 他的一個從高到低 從低到回到回復到這個原點的話 通常至少要差不多30個月 30個月 那大概將近兩年半的時間 沒錯 就是說從高點下來到低點 從低點再回復到原先的起跌點 大概這樣要30個月的時間 所以even是有貨幣政策支持 你可能都還要 目前下修大概也才半年而已 差不多 所以說這個空投循環要走完 恐怕還是一個漫長之路 另外我們來看到就是說 事實上這一次的整個 美國股市再次的泡沫是非常大的 你可以看到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這個美股的股市總市值 佔GDP的比重 到今年初的時候曾經到過2.02倍 非常誇張 那我們知道美國GDP是多少 美國GDP大概今年大概差不多會到22兆 那22兆代表什麼 代表說美股的今年初的總市值 有在40兆之上 40兆之上現在跌到多少 現在跌到了這個差不多156 156的話 大家知道就是說他少掉的市值 大概超過10兆美金 因為少了四分之一左右 10兆美金 這個是一個天文數 這個是300兆台幣 你看看台灣一年的GDP在多少 才半年跌掉10兆美金 那你想看這個泡沫能短時間恢復嗎 那如果說大家認為說這個氣球爆掉了 它可以再重新很短時間吹壞 那你可能太過樂觀了 我個人看法是這樣 另外就是說 就是說從這個美股總市值跟M2的一個比例來看 在今年初的時候 這個也來到過兩倍以上 現在回到了1.9以下 就跌破1.9 阿哥你會發現 他每一次下跌到這個位階 他其實就伴隨著經濟衰退 對 所以再從M2到美國總市值這樣的一個比值來看的話 後面經濟衰退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大 也還是很大 所以我今天最主要就是說 短線上面我們可以稍微有一些這個樂觀期待反彈 就這個反彈可能可以比過去上半年長一點 對 他可能會是像3月那一波反彈 我們知道今年以台股來講三波下跌兩波反彈 那三波下跌 那每一波的這個跌幅 我都計算過 每一波的跌幅都比前一波來的更大 我們第一波的跌幅大概10% 然後第二波的跌幅 這個應該是差不多14%左右 第三波的跌幅已經到16 7%了 但他每一波的反彈大概都1000點 3月有一波反彈1000點 然後6月那一波也有差不多1000點 大概彈幅都會介於差不多7-8%左右 所以你會發現他很規律的三波下跌 他很規律的就是每一波的下跌都會超過10% 然後每一波的反彈大概都1000點 如果我們以這一波的反彈 同樣的格局來看的話 1500點是有機會的 就是說回到15000點是有機會的 因為4000點1000點都回到15000點是有機會 但是因為這個 彈升他總是有一個所謂的規律性 如果說他這個規律性還是重複的話 那我們可能就是說在季線那個地方 就是過月線接近季線的話 你可能戒心較高 所以要先跑一趟 畢竟在這個空投市場遇到季線 這麼重要均線的反壓 你要一次突破真的很難 尤其在現在成交量一直沒有放大的行動之下 對尤其是今年以來 每一波的反彈 每一波的下跌的反彈 他都沒有再過季線 所以說季線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你可以看到過去美國歷次的空投的走勢 2000年 2008年這種大空投的走勢 他每一次反彈他也不會過季線 他可能會談到季線 但他終究站不穩季線 季線不能走平上揚 所以說這就是一個在我們觀察這個市場 是不是一個中長空沒有結束 很重要的一條均線 就是我們觀察這個極限 所以某哥如果我們在股市裡面 還是想要樂觀一點的話 是不是至少等這個季線 真的有辦法站上 那有辦法往上反轉的情況下 大家再積極其實也還來得及 其實這個就是一個所謂的 所謂價值型投資或保守型投資人 可以操作的策略 就是說憑你把這一籃子股票選好 你不要想說我永遠要買在最低點 賣在最高點 我就吃這個餘肚的這個行情就好 那其實也夠吃了 因為我們剛剛講說 其實從低點到上去要30個月 事實上你有充容的時間布局 那有一個操作策略是什麼呢 就是說你觀察這個K線 如果他跌破季線 你就把股票賣掉 你手上的股票就可能出新到 剩下一成兩成 那當這個大盤回升到季線之上 而且站穩季線的話 我今天所講的季線 跌破季線賣掉 是季線真正下彎 走平下彎走空了 那你當然有可能會賣錯 賣錯你再把它補回來 就是說我現在破季線 他又站回去 但季線又繼續上揚 他沒有下彎 那我可能是賣錯 那賣錯沒關係 你再把股票補回來 那如果說你賣對了 那你當然就是躲過空頭了對不對 因為你可以看到這一次大盤跌破季線在什麼位置 這個可能你就躲掉了這個很大一段的下跌了 你的股票可能少 所以算是正面大影反面小書這樣的概念 對那當然如果說我今天要突破季線 我才買進 而且季線這個走平上揚 這個買進 當然我有可能突破季線我買進錯了 我要停順 那同樣的道理 那如果說季線走平上揚 你可能離真正的底部 可能已經差距10% 15% 但沒有關係 一個長多行情他都漲幾倍的 所以你沒有錯失掉前面10% 15% 我覺得是無所謂 重點是你能不能抱得住股票 要在這個長多行情裡面 那我們另外我們來看到就是說 還有一個就支持我認為說 這個空頭可能還沒有走完因素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現在三大央行的貨幣總技術 他的供給量已經出現年增率是轉負了 代表什麼代表市場的資金的確是在開始變少 水龍頭關掉以外水也收回來了 對錢變少然後資金再退炒 那這種資金退炒更不利於泡沫催大 所以說後面可能還是要等到這個資金整體 又恢復一個正攻擊 恐怕我們在伴隨的技術面操作 會是比較安全的一個方法 好莫華哥今天給大家的解析真的是相當的全面 因為從這些總金的數據來看 雖然股市短期不錯 不過看起來算是一種跌升反彈的情況 並不是說基本面真的有多大的改變 以及從很多數據來看 例如說這個很重要的大家知道說 其實任何投資市場錢的量是非常重要 那現在貨幣的供給量在減少情況下 你希望有一個V轉的行情 我想這個機率相對來說是比較低的 好那就給大家進一步的參考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跟華哥討教 關於中國的一個狀況 我們看到中國第二季GDP的年增率 只要0.4% 所以今年想要達到原本目標5.5% 這個看起來是 阿不阿生的小孩很拼 所以在中國 現在的情況之下 大家就會難免去想 有沒有一些產業是有機會 像之前這個汽車下鄉的政策 也帶動了一些汽車概念股的上漲 那這一波中國的經濟對於台股的影響 沐浩哥怎麼看 好那第二季的年比增幅0.4% 真的是一個非常微弱的增幅 尤其是你給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上海第二季的GDP 他是年比是負值 那譬如說這個風控對於各地方影響程度不一 但是整體而言中國大陸全國的GDP 第二季是一個很低迷的一個情況 那even是這樣 前上半年的GDP的增幅也不過2.4% 所以剛剛跟你說要保5% 或是說5.5% 那你下半年 你下半年至少兩季的GDP增幅都要在8%以上 你這樣子才能把全年的GDP呢 放到這個5%的一個程度 所以說我想這個李克強啊 他的這個經濟的一個所謂提振的壓力是不小 更何況中國大陸下半年還有一個重大事情20大 20大之前你可以看到很多事情已經風起雲湧 我覺得這些事情多多少少跟20大是有關係 比如說最近的這個所謂的爛尾樓潮 中國大陸房地產市場有問題 這不是一天兩天的 大家都知道怎麼會是在這個地方突然爆出來對不對 所以很多事情我們覺得中國的一些事情 可能他不單單只是經濟或是金融 他可能跟政治都有掛鉤 當然我們如果從經濟跟金融的角度去看 事實上中國房產的問題是頗大了 全世界我們都講說全世界有三大泡沫 第一大泡沫就美國股債市 第二大泡沫就日本國債 第三大泡沫就是中國的房市 那這三大泡沫今年同時都發生問題 這其實是一個頭痛的問題 美國股市已經泡沫爆破了 這個不真的事實 你可以看到跌入熊市跌掉10兆美金 我們還沒有算債市的一個損失 另外日本在安倍前首相倒下之後 他的貨幣政策也被檢討 後面日銀是不是還可以持續開動印刷機 不斷的買債 這也是一個關鍵 這個禮拜日銀就要開會了 恐怕市場也會盯著黑田東業 尤其他還有9個月任期就要結束 第三個房產的問題 就中國房市現在也看到這個 爛尾樓 這個問題很麻煩 你可以看到中國大陸現在 我現在這個資料是根據華創證券 華創證券中國大陸一個券商 他們自己的一個宏觀報告 出來的資料最新的 他講說中國大陸整體的房企 就是房地產企業 就是說那些大的像什麼 恒大這個融創 這個綠地這些房企 他們的資金帳況其實從去年下半年 就已經開始惡化了 他說從貸款角度 從房地產開發資金的整體來源的角度 從自己募集的資金來看 全面都是一個下滑不增長的狀況 另外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說 他在這個資金斷鏈資金面惡化 最主要是什麼 房子賣不動 就是說銷售是他最主要資金面惡化的原因 就是房子賣不動 為什麼房子賣不動 第一個房價這麼貴 太貴了怎麼買 第二個居民收入沒有增加 第三個就是說 這個景氣也沒那麼好 那大家對於草樓草房的意願 沒那麼高的情況之下 你房怎麼賣得動 這個遊戲就玩不下去 對你開發了那麼多案子 大家知道全中國14億人 他有多少套房子 有多少套 大概15億到16億 超過人口的數目 對就一個人可以有一套就對了 你就知道說中國開發的 太誇張了 房子有多麼誇張 事實上如果你早幾年到中國大陸去 你會發現其實整個中國大陸是一個大工地 我每一次到中國去 哪裡都在開工這樣 我從機場一下來 那個路邊 你就看到到處都是工地在蓋房子 你就覺得整個中國就是一個大工地 就是說這種開發的量體 真的是非常驚人 尤其是在這個都市區裡面的一個開發量體 甚至在鄉下 就是在非都市區也到處開發 覺得這個地方鳥不散彈 蓋那麼多房子 你就覺得不可能開發的地方也在開發 就是非常誇張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現在目前根據華上證券 他列出了有12家中國大陸的大的房產的企業 他們是需要被紓困的 單單是需要被紓困 就包括像恆大像是融創 我剛所講的這些所謂一等一知名的 指標的公司 大房企家造業這些 這些大房企全部都在 需要被紓困的這個房企名單裡面 那我等一下會跟大家講說 他到底要紓困金額是多少 是很驚人 你記不記得這個上個禮拜 中國大陸的銀保監會 包括人民銀行都出來喊話說 這個風險可控 然後六家大銀行 包括農營工商建營 這些所謂的房貸大銀行 他們統整出來一個數字說 我們現在設風險的這個 這個風險金額大概只有21億人民幣 只有21億怎麼可能 那我講農營好了 農營他農業銀行他的這個房地產代放 大概差不多有6兆人民幣 接近6兆 那他算出來他的這個 設風險金額只有6億 那就萬分之一就對了 顯然不符合比例原則的感覺 這個放到全世界各個國家 好像都不太符合比例原則 因為房地產市場就算是很健康的 恐怕也都不只有萬分之一的 這個所謂涉案風險 這個涉及風險的金額 所以有一點此地無銀300兩的味道 就是說在淡化這種危機的味道 那我想這個淡化危機也是必然的 因為他們這個 中國大陸的房地產市場 絕對不能出問題 一旦爆破那不得了 連環大爆炸 對那個真的是 所謂的動搖國本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紓困的房地 我們剛剛講的12家就是這12家 這12家呢 他4到6月的銷售其實是叫做年制的 付出年制 也就是說整體而言 大家可以看到 全中國的這個銷售 4月同比6月5月同比 他其實都有開始出現銷售好轉的狀況 這個柱狀圖越短就是越好轉 另外你可以看到前50大這個房企 剔除要紓困的房企 他是不是銷售也明顯的在好轉 對 但是呢你可以看到這12大房企 他其實銷售完全沒有好轉 就是說這 你這個房企如果一旦被人家 帶上說你有問題的話 誰敢買你的房子 大家都不敢買 對啊你又不能保交樓什麼的 然後你就說什麼 我的工地又停了 大家都不敢買對不對 那可以看到就是說 在這個房企裡面半數12家 還有他們的銷售還甚至比4月更惡化 哪些是比4月更惡化中國很大 廣州複利 陽光城 綠地控股 龍創中國 澳國地產還有龍聖發鼠 但是很大 我跟各位講一個數字 你就知道有多誇張 他今年保交樓的數字有多少 有多少 他保交樓數字有60萬套 60萬套的房子 對 好誇張 一個月要保交樓 就是保證一定要交出去 就是說我今天買了這個 阿哥粒米是很大 你蓋 我付了首付 我期款都付了我 你說要把房子交給我 你要交60萬套 一個月要交五萬套 光在台灣 我們那個有時候一個禁案不到1000 都可能會delay了 還60萬套 對很恐怖 光是一個很大 泡沫真的是非常非常誇張 好那我們再根據華昌證件 這都不是我算的 這是華昌他們的這個宏觀報告 要測算出來 2萬億2兆人民幣 2兆人民幣是什麼概念 什麼概念 包張 這是什麼概念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就是說他們短期需要的剛性支出 就是流動性 短缺2萬億 2兆 光是恒大中國就是期前移 沒有這個資金了 就是說 這個一家企業資產負債是一回事 現金流量又是另外一回事 對 很多公司他可能 他的資產還是大於負債 而且公司甚至是有賺錢 但是他短期現金枯竭了 他一樣會倒 周轉 對周轉的問題 所以這才是真正大問題 就是說他們現在的 整個資金的周轉出了問題 就是說他們欠業主的 欠銀行的 欠供應商的 欠稅費的 總共需要2兆人民幣 才能補這個窟窿 那這個錢要從哪裡來呢 大家可以看到欠 保交樓的成本是5400億 欠供應商3400億 然後欠金融機構7500億 然後其他的欠款3700億 這樣子大概他們可以湊1兆 那剩下還有1兆 1兆缺口還是很大 我們講的是人民幣 1兆的缺口 另外呢 今年的7月 明年的1到2月 明年的4 5月 還有三波 中國大陸 這個房企的常債高峰 除了說 他們還有發很多高 高息的這個 所謂的公司債 那這些高息的公司債 他們也要還錢 那如果還不錢就違約了 之前恒大不就遇到這個問題嗎 美元債付不出錢來 要違約這些問題 所以後面還有這個所謂的 違約的問題 那我們剛剛講的是房企的問題 那房企 其實大家都知道中國大陸的經濟的 很重要的一個推力是靠房地產 那如果房地產一旦熄火的話 第一個地方政府的財政會出問題 因為中國大陸的所謂的土地財政 就是說他們地方政府很多都是靠 跟房企啊 這個賣土地拿來財政收入 或者說他們有時候一些 所謂的公共造產 共同開發 那這些都會出問題 所以後面的這個問題是連鎖反應 那我們可以看到在 封控這件事情上面 恐怕也會導致這種所謂的這個 這個房地產市場的更型的一個將至 大家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這個上海居然會出現了 第二季度是-13.7的一個GDP的負增長 你就知道說 中國大陸最大經濟的一個貢獻的地方 出現了這樣的狀況 如果後面再封的話還得了 你是說反應會很大 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整個工業增加值 他出現了一個非常明顯滑落到這個負成長 甚至這個 僅次於2020年那時候一個低迷的狀況 所以從工業的角度 從服業的角度來看的話 大陸現在目前的整個經濟狀況 確實是相當有壓力 相當嚴峻 那這樣子呢 我們跟台灣有什麼關係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 香港中國對台灣的出口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出口地 算是最重要的地方 對那既然是這樣子的話 那可能下半年你也不能太期許 對中的出口太好 那如果說呢 對中的出口不能太好的話 相對對東協的出口也不會太好 因為這東協跟中國綁在一起綁的 經濟聯動線很強 非常緊密 那只剩下歐洲日本跟美國 那如果說美國的這個進口又出現問題的話 那下半年台灣的出口勢必會出現轉落的跡象 那如果說再出現轉落 上半年股市在出口這麼強勁增長 而沒有轉落 外銷訂單還在成長的情況之下 股市都已經跌成這樣子 那如果說下半年出口又出問題的話 那還得了 對所以說這個問題的話 你就可以注意了 另外呢 就所謂的克強 最後跟大家講一下克強指數 這個比較新鮮 對克強指數 以克強是中國國務院總理 他其實是管經濟的 那克強指數主要是三個 三個重要的數字 他用權重去做組合的 一個是鐵路運量 一個是發電量 一個是銀行的貸款 這三個都是所謂同時指標 那同時指標他去做權重 你可以看到克強指數 是這個藍色線 因為李克強說我不看GDP 他說GDP是那個都是 某種情況都是有灌水 或者說他是落後指標 所以我要看領先指標同時指標 所以你可以看到克強指數 其實今年來是一路下滑 那附身300指數 其實有一點上去 這有點背離 有沒有 大家可以看到這其實是 有一點背離的狀況 指數不好 但是股市卻在漲 對 那這個背離到底是 克強指數後面會翹上去呢 還是股市會掉下來呢 就讓我們拭目以待 就讓大家自己判斷 好 謝謝某哥哥 在這個中國方面給我們非常清楚 而且獨到的一個見解 也就是說當這個中國的房地產 你把這一塊算進去之後 整個GDP的狀況啊 可能也沒有大家想像中的那麼好 因此呢在下半年 美國不知道經濟會不會衰退 以及中國目前經濟有問題的情況下 也再次論述 跟大家說的這個短期 你可能可以有股票操作的信心 但是長期借薪 我想還是比較重要的 好那接下來我們跟這個齊遠來 回到台股好好的請教一下 剛剛我們聊完了這麼多總經之後 我們來看台股目前的狀況 那齊遠我們可以看到上個禮拜 真的是很不錯 連三紅的成績 因為台股 宣布喝了這個國安 國安感冒糖漿 那國安基金呢在過去歷次 七次的進場 目前是處於六連勝 也難怪 市場非常有信心 今天禮拜一同樣是一個 我們錄影的時候 盤中上漲一個情況 那除了這國安基金的進場 給投資人信心以外 庫國城山台積電也是非常重要 我們看一下台積電最近 實際的三率表現 因為大家常常講 三率三升嘛 那如果我們把這個三率簡化 我們直接看這個藍色這條 這條呢就是毛利率 那去年第二季的時候 這個毛利率是50% 可是呢今年第二季公布已經到59.1% 這9%的差距是非常非常的巨大 對於EPS貢獻 是不可小覷 那重要的是第三季的展望 如果樂觀一點 甚至可以到59.5% 顯然台積電這個先進製程 我們看到第二季保存會 7奈米5奈米 佔整個營收比重已經過半了 那我想也是帶動毛利率 上升的一個主要原因 所以綜合來看前面 我們現在國安基金進場 那台積電又攪出這麼亮眼的表現 的情況之下 相關的這個盤勢 我們該怎麼去觀察 第一件事我們就國安基金的角度來看 我認為本週就是要整理 本週就要整理 因為上禮拜已經反應完了 那為什麼會整理 因為第一個我們要去思考一件事情 到底國安基金投放多少資金在股市 他是一個實質的停證 還是一個信心的停證 這個是不同的 第二件事情 我們看到台積電的毛利率 這個是我們在過去 其實就可以引致未來的情況 那就未來的這個下半年 到底台積電的挑戰是什麼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我們期願給我們大家的方向 是更放遠未來 是因為股價一定是反映到未來 其實我們看到其實就 台積電第二期的財報真的是不錯 包括這個毛利率又偏高 那當然當中其實匯率 跟這個5奈米的量率也是關鍵 因為台幣今年一直在扁 台積電賺的是美金 對 那所以這一塊部分 如果他是這一季主要 這個所謂高於裁測的原因之一的話 那第三季還會持續嗎 這個是一個基期的比較 所以我覺得第三季可能這一塊就會比較沒有 那當然這個部分來講 我們看到其實7奈米的體重是比較高的 那這個部分來講是造成說 對他其實糧域會成長的原因 但是我們重點要看到的是什麼 這個部分第5項 這個部分就是他們現在裁測的部分 就是我預計大概在第三季的時候 會198-206億 他還認為會增長 這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所以理論上我們看到這種情況來講 大家是不是有感覺好像要去買台積電對不對 大家的想法是這樣 所以你不是這樣子的認為 我認為應該是說台積電有他的買點跟價值 但是他是不是你現在就要去介入 現在 對因為我們常常說其實貨幣會有時間價值 你的投資的資金也有時間的價值 如果說你今天投資台積電之後 然後可能需要等一年以後 那這當中是不是有其他更好的標準 效率的部分 對這是我們要去思考的一個問題 那我這邊就所謂的產業的角度來跟大家講 就是說其實台積電目前來講 我們今年下半年外資最主要的是3奈米的製程 3奈米的製程其實我們知道 在2022年其實今年就開始去做 但問題來了 3奈米的製程 我們一般這個製程他需要25個廣照去做製程 所以這個部分的成本太貴 成本太貴就是對這個所謂的AMD 或者是高度他們那個下單的意願就會降低 就是可能大部分的產品也不需要那麼高階 應該是說他的成本太貴 他們覺得這個東西其實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來講好了 我們蘋果手機台可能4萬5萬大會買 就最頂大概就 8萬你會買 8萬你就應該不買 鐵粉會買 錢太多的還是會買 對那所以他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如果說真的CPU這麼貴的話 是有可能會讓他的價格提升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是現在 目前現階上台積電的問題 所以他的N31 就是要到2023年下半年才會開始量產 所以他們怎麼做 他們把光照的那個數量減少 那光照的數量減少 就是我們去曝光的那個光照 如果減少的話 他的成本就會大很多 所以N31的這個E就是intensment 就是說 加強吧 對也就是說 我透過減少這個光照 然後讓價格變得比較你可以接受 符合你的預期 那不然你說你價格多少嗎 你跟我講嗎 那我做到這個你可以接受的價格 當然這個部分如果少於25的話 成本一定是比較 那預期這個部分來講 N31可能也是會提升到 20%左右的效率 好那我們就看這兩個東西 2022年的這個N33奈米的部分 他既然沒有辦法去符合客戶的需求 那這一塊的話 就可能沒有辦法在下半年 變成一個比較投資的亮點 所以他又回歸到過去 可能還是集中在7奈米跟5奈米的部分 那這個都是已經是過去我們知道了 所以就會變成說 我現在到底要去投資嗎 如果我要投資的話 其實我看到的是這個所謂N3的部分 那成本又這麼貴 那倒不得我等N31出外 所以如果說他下半年開始量產 股價理論上會在明年的上半年 開始有開始的動作這樣 這是我就這個部分來看 那N2的部分呢 其實還是在所謂GA的部分 大家都知道GA其實是三星最近在 在做的事情 但是其實在這一塊來講 三星的經驗是比較多 因為他們畢竟有兩三年的時間去實驗嘛 就是我拿我的錢去砸嘛 砸我的經驗嘛 可是在專利的部分 台積電還是比三星多很多 比三星多很多 所以我認為接下來在這個部分來講 糧率就會是比較大的 這個也是之前 三星一直輸給台積電的原因 糧率 糧率的部分 那糧率的部分 到底現在三奈米製程 誰的糧率比較好 我們不知道 就是說到時候才會知道 但我們台灣都會認為自己台積電比較好 一定要因為愛台積 那我覺得大家可以去期待就是說 N31的這個東西 如果是明年下半年量產的話 那我認為明年的上半年 反而是比較好的時間點 可能他今天就開始表現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可能maybe第一次機會是比較好的進場點 那如果說我們就 他的這個部分來看的話 我們要去看一個東西 就是其實在全球的半導體來講 中國在興建這個半導體廠的動作是非常大的 這個是2017年 這是過去的事 那到2022年 2023年 這都是預測數值 你會發現到2026年的時候 他們會有43座的這個12吋的經驗 今年預估大概23 對累計23 這樣大概還有一倍的成長 對所以中國在這一塊來講 他未來對於所謂的成熟製程這一塊來講 一定會是他們最主要的發展方向 那既然我拿走這麼多的成熟製程 台積電他雖然有成熟製程 不過他是比較偏向利極型的 比如說電源管理IC 或者是一些特殊的這種用品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到時候 如果整個成熟製程在中國市場的 這個所謂的自主力比較高的時候 他們是不是一定要去找你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理論上應該是會去找你 因為你的量率 你的速度 你什麼等等都很好 但是如果真的到時候 他的價格價差沒有差那麼大 沒有那麼大的時候 或者是中國的這個價差 價格的競爭 就有可能會變成 因為我大家知道 其實中國最會玩的就是 沙價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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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賠錢也要賣 對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一個我們要去考量的方向 就是說你對未來投資這個東西的價值是什麼 我們大概要先清楚一下 好那另外結論就是說 先不考量率啦 我認為N31才是營收動人的主軸 因為你認為說七奈米五奈米已經反應了 已經反應了 那個已經都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我們要看的是三奈米的部分 那大概會在2023年的下半年 所以上半年第一季我覺得會比較有機會表現 那如果說你真的想要去買 你倒不如等第一四季喔 那這個是我剛剛講的 中國金銀廠會上來 那可能在成熟製程的部分 慢慢你可能會變成比較競爭白熱化 那不是說完全沒有機會是會競爭白熱化 那所以我認為說台積電其實在上個禮拜 的確是有短線淘汰的機會 可是如果長期投資的價值 我覺得現在也是很多不確定數啦 那我們從技術線型來看喔 這一條是年線 紅色這一條是年線 他已經開始成為一個拋物線往下有沒有 這個是很大的壓力喔 對這個年線下彎是一個非常關鍵的重點 如果他下彎的話 代表未來大概半年以上的時間 他會進入整理 你就大概這個邏輯就好 那我們從年線扣底值在這邊嘛 他慢慢扣過來扣扣扣 扣到這裡的時候 大概是在明年的三四月 所以理論上過了這個 所謂前高的扣底點之後往下扣 才比較有利於年線後續的上揚 那還要扣很久 還要扣很久 所以就是我就說 其實你真的要買的話 可能第四季有真的很低的點 或是比較好的 所以奇緣的這個買進的時間點的預估 其實是根據這個扣底值 扣底是一個 然後就加上N31量產的時間 就技術加上產業的考量 對產業 就坎拜起來的結論這樣 好 那所以呢台積電如果你是喜歡的朋友 那有些人畢竟是定期店員 那就照你自己的這個節奏就好 但是如果你是想要單次投入的 過榜參考一下 選從這個技術線型上 以及產業節奏上的這樣的一個概念 畢竟台股也不是只有台積電一家公司 那無庸置疑的還是很好的公司 但好公司是不是好股票 其實你要搭配好的一個進場時間點 對 好那我們看完這個台積電之後 我們就接下來看另外一家世界上非常重要公司 也就是 是Apple 那Apple其實也是台積電很重要先進製程的客戶 好那蘋果呢 其實新的iPhone即將要推出這件事情 其實大家不足為奇啊 因為每年期間搞就是要有心機 但是呢現在號稱地表最強的這個 蘋果分析師這個郭大大呢 在他的Medium中這個網頁上寫到 第二代蘋果AR跟VR 有可能會在2025年的上半年推出 那相關的供應鏈呢 是2024年的下半年開始出貨了 好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從無到有 比較新的一個應用啊 那在這樣應用之下其實 我們有沒有一些公司啊 其實現在你就覺得說 大家可以不妨多家的觀察 其實AR的部分其實我們要去看 就是說如果他是屬於頭照師的這個東西的話 其實過去其實有很多家的廠商都有 包括最近比較夯的是Applecent的眼鏡 其實還不錯喔 但是我如果說講到AR的這個眼鏡的話 大家要去思考說 他眼鏡是跟我們這種眼鏡一樣的話 那真的可能要到2025年了 所以我們從這個郭明奇的這個 所謂他的推特來講 我們去看到幾個重點 這是他寫出來的 那透過那個Google去翻譯出來 其實他有提到說 第一代的這個Apple的這個 ARNR的這個所謂Pancake的工藝商 第一個是這個所謂的郁金光 然後跟亞民光 這就我們定調 就是這兩家沒有問題嘛 那接下來我們去看 所以其實這個所謂第二代的部分 才有可能過大到所謂的這個大力光的部分 那大力光我覺得他的股價太高了 可能一般人不會有興趣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可能現階段來講 我覺得就是主軸還是在郁金光跟亞民光的部分 看一下這兩家公司 對 那我們看股票的時候 其實看紀錄現行之外 最重要是說 我們要去看他的財報裡面的 所謂的自由現金流量 這個東西是非常重要 就是說 如果公司真的是有賺錢的話 這一塊會反映出來 自由現金流要是正的 那如果說你覺得他這邊會逢低往上走 這是你的預期 但是我們就股價來講 其實他是遇到年限版 這是郁金光的部分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佈局的 也盡量是拉在這個所謂月限的部分 這個地方會比較好佈局 那如果長期來講 他如果在第四季 或者是下半年 有機會看到蘋果的頭到 頭帶攝影照的話 那我覺得郁金光他只有機會表現 那表現的話 你就是要等他回檔到這個所謂月限附近 那第二個是亞民光 亞民光其實他的現金流量 其實也慢慢在上來 看起來都有好轉的一個趨勢 但是他的不穩定性比較高 比如說你剛剛圖來看 我們可以看得到 其實好像這個預金光稍微好一點對不對 但是這個亞民光就很波動 而且大部分的石扣 壞得好像大於好的 對 但是呢其實亞民光他的專利裡面 的確是有所謂的這個 相關的應用 LIDAR的部分 我等一下跟大家講 為什麼這個東西很重要 這個部分來講 也是一樣回撤到月限的時候 去做佈局 這兩家公司是郭敏奇有點到的 所以等拉回遇到這個月限支撐的時候 對 比較好的一個時間 比較好的買點 因為他已經上來 代表這個趨勢是確定的 那確定你去買 他就是等轉折的時候 那因為他們兩家 接這個所謂蘋果的這個眼鏡的部分 其實我 兩年前就聽到了 他們那時候在做這些事情 但是我認為說 我今天如果只有講這兩家公司 感覺就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對不對 我們要講一些特別的 那我們要講AR眼鏡 就是我剛剛有講過 AR眼鏡其實跟我們的眼鏡會很小 那他有個中期的目標就是要把 我的那個頭戴式那個眼罩 那個眼罩很大顆 其實說實在這很重要 對 光想到那個那麼大就不想戴了 就很累 而且你不要看那個眼罩 你這樣看起來好像沒什麼感覺 戴上去的時候 你戴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的感覺 有時候我們這種戴眼鏡的人 光戴一整天眼鏡都覺得不舒適了 好 所以我要把這個變小的話 等於是我要把那個頭色的角度變短 三公分變小嘛 那三公分變小的話 我的光導技術就很重要 光導技術 那這個光導技術 你不要去知道它是什麼東西 我要跟大家講的重點就是 他必須要用所謂的奈米風音圍影去做出來 NIL這樣的技術 這個東西其實是過去幾年就出現 可是因為我們過去在半導體先進製程裡面 最重要的還是EUV 對 紫外線曝光的這個東西 但是NIL是最近這幾年提出來的 因為其實日本已經開始在著手走這個技術 那這個到底是什麼 就是我透過有點像比如說我們在記性的時候 古時候不是記性 然後滴滴那個蠟燭那個上去 然後蓋一下就好了 對 那現在以前是用曝光的方式去照那個半導體 那現在是透過封印的方式 類似蓋圖像這樣蓋書 那這個技術如果成型的話 就有辦法去做出光導技術所需要的這些電子原主件這樣 那如果做得成的話 AR的眼鏡終極就會變小 那以目前來講我們可以來比較一下 就EUV跟NIL的差別 以目前來講設備廠 我們知道全世界EUV就是只有埃斯摩 唯一的名字 只有他會做嘛 所以這個零件供應上是DNP 那最終的台用的業者就是台積電跟3C 幾乎台積電包 對幾乎都是他買的 不過最近 中國買成熟製程的設備也很多 好 那在NIL就是維吟的部分 其實CANON是比較主要的關鍵的設備廠 那他最終是提供給凱俠來做營油 那當然我們知道CANON其實是日本廠嘛 那技術也是非常多 你在台灣如果真的要做的話 他一定會透過台灣的公司來進行代入 那我這種想法是合理的 因為他必須透過台灣的公司嘛 所以我們看台灣的家呢 以目前來講現金流量還是負的 表示現在還不具有投資價值 但是他連線是上揚 所以我們要去想一件事情 如果他未來2025年會出現的話 你要往前去推算他的時間點 理論上就是在2024 2024 所以這些個股其實大家可以來做口袋名單長期觀察這樣 好那今天呢阿格力也請了這個齊遠特別幫我們關注兩三年以後的事情 因為在短期的股票可能大家覺得說風險上比較大 所以往常遠來看呢 其實也是幫大家提早做功課啦 好那有些觀眾朋友可能會想說 說這麼久的事情 說一些比較近的 那這一部分阿格力也要請齊遠來準備 我們要跟大家討論的是所謂的寬屏白牌設備 那講到白牌呢大家比較有印象 就是大概在十幾年前 大概那時候大學的時候 大家講這個白牌手機 還有什麼長江手機 那歷史這樣的概念 那為什麼現在要跟大家談這個概念呢 因為過去光鮮的市場 不管是OLT還是ONU 都是大廠整套出貨了 不過呢現在這種開放式網路的設備 這個風潮已經吹到寬屏的應用這一塊了 所以現在這樣的白牌商機其實蠻大的 有很多國際上重要的電信業者 例如說像AT&T都已經開始在測試 所以其實這一塊 網通這一塊 勢必是未來科技發展一個很重要的一步 那白牌 想到白牌大家一定會聯想到 台灣的公司或許就有很大的一個機會 那這一塊你怎麼看 台灣的公司的確是有機會 因為以前過去像北美那個時候 以前像他們那個所謂的交換器等等那些 你必須要同公司的 簡直是你全部都要用公司貨 你的蘋果就是蘋果手機 靠餐 對對對你的連接線也是耳機也是 那現在開放出來 它規格出來之後 很多公司就可以來投入去做進責 所以我們最近看到很多網通個股的表現 那這個是一個國際的所謂的預測的整個產業 我帶大家看一個很簡單的東西 這是白牌的部分 2022年到28年 它的這個年度成長就是差不多10% 每一年喔 這個是最重要的部分 那第一個是亞洲地區跟所謂歐洲地區 因為北美地區其實也是有在發展 那我們知道其實最近來講 整個全世界對光線光通訊的這個需求 其實是增加的 那我們從這邊來看其實簡單的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寬頻的這個所謂100Mb 把它成為所謂的標準的配備 那這個東西是我們在家裡面直接用 那有時候你可能 如果說你用手機的話 有可能會超過這個數字 比如說5G的話 對有可能會超過這個數字 那第二個是Wi-Fi6成為主流 這個東西其實它傳輸的這個 所謂速度跟容量會更快 真的好用喔 家裡在用 真的很好用喔 你會發現這個東西非常好 而且到時候這個規格會成為標準的 另外還有所謂的低軌道衛星 我們之前有講過低軌道衛星就是 我地面的接收器進來之後 我經過偶合去變成所謂的數位訊號的時候 我必須要走光纜 這個速度會比較快 所以以目前來講 鍾蕾森達哥跟所謂的這個 重期 重期上禮拜不是大漲嗎 還有制衣跟明泰喔 我們就這幾檔公司 其實我們看它的財報是不是真的先反映出來 第一個我們先看的是重期 有來 它上個月的財報是不是創新高 很大的這一根欸 對所以它上禮拜跳上來嘛 那它是過去五年的新高點 所以從現在開始它的確是它的什麼 真正在發展的這個年度 那剛好這一根所謂的突破缺口是非常強勢 所以原則上 這檔個股我認為後續還會有機會 這是重期的部分 第二個是明泰的部分 你看也是營收往上走 其實你這樣看好像蠻有族群性的 六月都爆橋啊 對啊這是整個族群開始走 那明泰的部分離年限比較近 所以前提是23.9 它的這個基點也比較低啦 當然如果說你就安全性考量的話 也可以來考量到這一支這樣 那第三個是深達科 深達科也是一樣 真的是很厲害 只要晶片的問題解決 我認為這些通訊個股都會漲起來 因為去年網通好像受到這種原物料晶片問題 對就是晶片 那個時候車用最新嘛 最先嘛 然後還有那個什麼先進製程嘛 那網通就比較後面 跟他們的工程師一樣 其實去年很多網通工程師 就是跳槽到艾西設計場 那是一樣的 所以網通其實有時候會被人摸 但是其實他們需求很大 那前提是126拉上來到這裡 我認為 深達科的部分 他的技術是真的非常好 不管是無線還是有線 其實對他們公司來講 他們競爭力非常的強 所以這場上個股就是營收有出來 你可以去追蹤的方向 就這樣 好那謝謝齊緣 最後幫我們解析網通族群啦 從網通族群這三家公司來看呢 營收以及技術線已經都非常的強 是那也符合我們剛剛跟大家講的 這個白牌寬屏設備這樣 這樣的一個趨勢 那今天相信大家又是收穫滿滿的一集 那再次幫大家總結一下 今天木豪哥請大家 短信上你股票可以稍微有信心一點 畢竟跌升反彈以及啊這個消費者信心 以及對於未來通膨這個預期呢 都大大的一個改善 但是呢整體總經的這個架構 其實沒有太大改變 例如說現在市場上資金的活水 其實是越來越少的 那市場上庫存的問題也還沒打消 所以拉長遠來看 你還是不宜的照鏡啊 手上的現金水位還是要有這樣 等股市下跌的時候 別人看到就只有風險 那你看到眼裡可能還有機會 那最後期限也幫大家統整了 台積電從技術線型以及 3奈米量產的這個時間點來看呢 他認為第四季 以及明年第一季 算是相對比較好的買點 就交給大家進一步的參考囉 好那如果你喜歡阿格力的投資最給力的話 別忘了到Youtube訂閱MPP財經生活頻道 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拜拜